來 范雲委員是這樣 我們現在這邊手中有一個手板 這個一個空拍圖 這間這棟這是青浦宮 沒錯 青浦宮現在有一號跟二號 是不是 這是青浦宮一號 青浦宮二號 那一號的部分 你們掌握到的 他的問題狀況是什麼 我知道他其實是 應該是農牧用地對不對 所以他是農舍 可是我看這個看起來 沒像是農舍 我想剛剛你看那張照片 就非常的不像農舍 那我們辦公室實在想了很久 那個應該叫什麼 後來我們覺得叫他豪華農舍也不對 因為他比較像是豪華莊園 比較像是我們看到 英國的那種豪華莊園 那很有趣的是 我跟賴平委員 那劉建國立委 其實也開過記者會 那張立善不斷地說 就是說他的新聞發言 不斷地說一切都合法 那但是你去看他的文字 他是說我們縣長家合法 剛剛那棟不是縣長家 這個是縣長哥哥家 縣長哥哥家 是那個張榮衛 那因為他們不斷地就說 你們都用二手資料 我們辦公室 因為我被他告過 我上次2018年 不過轉帖 蘇智芬站在直播 他的宣傳車到張立善的地盤 然後旁邊的人 我一直不讓他進去 那個時候是合法宣傳車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我是雲林人女兒 我就幫那個蘇智芬轉帖 第二天最後選舉 最後一天馬上被告 然後說我跟蘇智芬兩人 我這個轉帖的人 意圖使人不當選 那當然後來那個蘇智芬說 這是他的事 他去請律師去處理 當然是沒事嘛 可是我已經覺得很可怕這個人 所以我們一切要講張家的事 一切資料都要確實 要有憑有據 對 我們辦公室有去查了 就是剛剛那一棟豪華莊園 那個主建築物 你如果去查 這邊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護鎮大家都可以查 這個是內政部的 他其實就是雲林縣胡偉鎮 清浦二支29號 那個是張立善的哥哥 張榮衛家的門牌號碼 當地人叫清浦公 現在已經被超越了 叫清浦一公 那這個大家 因為他還有二號公 對 這個很明顯 你去查了 上面就會告訴你 上面寫兩個字農舍 好 這農舍 那我大家再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證據 這個就是他的地號 是叫做1041 1042之2 這兩個上面也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農牧用地 那這個都是公開資料 我也親自查過 我們辦公室都查過 是內政部的地級圖 網路便民服務系統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他們怎麼樣點時成金 是不是黑金 我不知道 但絕對是點時成金 而且是張家能你不能 好事都用網友的講法 花生我們雲林花生最多 好事都花生在張家 各位這是一個連續圖 上面1042號就是剛剛那個清浦公 旁邊1041就是清浦二公 1041的確是張立善的已經合法變建地 我們先不去處理那個部分 1042跟下面的1042之2 現在下面這個已經變網友的清浦 洛宇松秘境 是秘境了 就是這個部分 這已經是1042 1042之2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塊都是農牧用地 那他到底怎麼樣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給大家看連續的空拍圖 是怎麼 如何長大的 對 如何長高又長胖 農舍或者是說豪華莊園 也是變有機體可以自己生長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看的話 他跟韓國瑜 當時不是選總統的時候 一樣在雲林的 大家已經覺得都長高長胖了 那但是這個長高長胖比起來看 韓國瑜那個是寒酸農舍 這個才是豪華莊園 這是2013年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才小小的 什麼都沒有看到綠的 只有一點點小木屋 那2016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主建物 青浦宮主建物已經出來了 已經長出來了 然後2018年 也就是張立善當選現場那一年 不僅這個主建物 這邊看到已經長得這麼大了 而且旁邊鐵欄杆 落石子什麼鋪地等等 已經那個莊園的像已經都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明顯 而且剛講 他當年登記的時候是農舍 那這個道明顯的違法 我跟賴比雲 我們兩個雲林人的女兒 開記者會說 請農委會來 農委會一看 農委會的代表說 這個明顯違法 用眼睛看那個圖 這個因為他非農用的明顯 就已經百分之八十了 那個很像小潮流水 就是說綠就是植物 種這些樹的話 可以主張他是農地農用嗎 當然不行 因為那個部分 就不是農用 更何況那個農舍的範圍 很明顯是超過百分之十 農委會的官員 在記者會公開講的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你今天如果說 我們雲林張家縣政府 都讓大家都這麼做 那就算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清楚的證據 這也是雲林民眾給我們的 那我已經把當事人的名字 免得他被 又被那個 被找麻煩 對 被找麻煩 很清楚的 今年的六月 這樣子一張公文 那每一個小老百姓 就收到這個公文 說他們農地上有 不適合農作物種植的物質 未符合農用規定 然後請他自行拆除 或者罰款六萬到三十萬 那最後被罰的六萬 這個 而且你就說 這是你們的農業處 據說了解 違反剛剛講的那個條例 那這不就是 可以讓你哥哥 就說張榮衛 就自家的哥哥可以放火 小老百姓不能點個小燈 那這個不就是 好事都發生在你張家嗎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過分 而且請你不要把 你把我跟賴平立委 劉建國當塑膠是說算了 你把雲林人當塑膠 以為大家看不懂新聞稿 不知道我們講的地址 是張榮衛家嗎 你家如何變成合法鑑定 那是另外一回事 據說劉建國委員也有批判過 那我們今天講的 這是我范雲辦公室查過的 就是農委會就是記者會中 就說你這是明顯違法了 那請你縣長不要再繼續跳針 欺負我們雲林人 來 川哥要做補充 這間就是阿彌雅大 對 這張是張立善大 那是惡公 我跟他說 這都農地 以前都是特定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是什麼 特定農業區很嚴格 特定農業區 要改一般農業區上核頂的 管政府 中立先做分林管長 特定農業區變一般農業區 就要把他申請下去 這有農地農用嗎 這都同樣的 這真的中 這都同樣的 這有農地農用嗎 這可以做農舍 放農業基居跟農財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好 我用一張大廳來告訴你 這就成這樣 剛才說什麼 鱷魚松秘境 就是在這張堂的這裡 我看看 這裡 這裡 頭前那塊 因為這個農業時不夠漂亮 現在時間到了 這裡很漂亮 這裡很多人 這裡再開一條路 這裡 這本地是什麼路 你知道嗎 這本地成這樣 2012年 成這樣 給我一棟房子在這裡 這都成這樣 把那個地形變成提防用地 再給它拓寬 變一般道路 因為變一般道路 之後 這間白色的 不才有路 這都變形的 為什麼婚姻人 有辦法 大家的房子 沒辦法變形 引導有辦法變形 才不用解釋一下 來我解釋一下 這裡總共有四檔 大家以前 差不多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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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他去 去那個這個 阿米亞人島的時候 有一棟擠下去 有沒有 他要選總統前擠下去 就變成這棟 木頭的招待所 這棟 外面這裡還有一棟鐵櫥 有沒有 這是條路 還要來 怕我們住這裡而已 對這棟桌子桌子 連裡面都沒有桌子桌子 送的 陳雲林都在這棟 這棟 總共一二三四 驟你的 貪斬無關的 你如果強的 我們現在阿米亞人島 還不然去館長人島 還不然小木屋 還不然外面 就這樣 我就是條子桌子桌子桌子 這裡都農業庫 農業庫 農業庫 怎麼擠這樣 都沒辦法擠這樣 那有年人 有很大的 教育早上 這個這樣慢慢漲點 從這裡開始 變路兵寒 一棟一棟 起起來 跟法院議員說 一棟一棟起起來 這裡可以這樣擠 為什麼大家不能擠 別人都不能擠 這不是整個年代 人家的什麼 殺戮莊園 什麼南屯招待所 一樣嗎 我跟你說 你們這裡要做親父公 我是沒意見 要什麼供 什麼供都沒關係 你們也太瘋了 你們本來社務的外面 那邊的那裡有一點點的違建 好 全家所有的 大家都沒辦法接受 你們這棟八十的親父公蓋下去 去年去用電 去年那位選舉也去用電這條 什麼旁邊還有一個親父二公 到餘下公還有親父三公 沒有人這樣捕的 你們家裡做館長都這樣從 這是一個窗戶 你們總是要蓋水 這家是怎麼蓋起來 今天老建國公 親父公二公 親父二公 那也有問題 你要看這旁邊的房子 你看這是大家的房子 大家的房子都兩樓盤 你看這旁邊 我們這時候都兩樓的 上面還帶一個協議 叫兩樓盤 三樓盤 奇怪 你家有辦法蓋這樣 你家可以蓋不一樣 你現在都說合法 我也知道合法 都去把你們管政府申請 管政府的管長是什麼 你們自己在做管長 就都自己清清清的 看不出資料看都會 如果違法你都會蓋多床 給我發現有人會蓋一張 那些房子都蓋出來 我現在一張房子蓋一張六萬 人家都蓋在那裡 這個董事人都給你蓋 都蓋在那裡 不可以這樣 大家有一點十十的 我保重一下 沒有合法 為什麼 農地農用是十分之一 蓋起來之後你那大地 比例超過了 比例超過了 一般來說是開罰最低標就是六萬 一開始發到六萬 不改善再罰 再罰 連續處罰 那地方發斷是當時的 那是一般民眾的 這111年8月開的發斷 這個民眾他就111年8月26年 8月就去掉了 這是一般民眾 因為沒辦法繼續發下去 張立善縣政府如果說 對於他的哥哥的這個 明顯就超過十分之一 你看空照圖就知道了 蕭蕭蕭蕭蕭 他有兩個部分違法 第一個是超過十分之一這明確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他的沒有農地農用 看起來就是你上面 你在種植汽車嗎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種植汽車 我們現在在韓式 相關農委會的韓式是說 你要有一些經濟作物 所以在裡面 你兩個部分的違法 你管政府如果說 我就包庇他 他卡到刑事責任 他污污之罪條例 對於民之違背法令的事項 你還突立他 不應該開罰而不開罰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公務員不用扛這件事情 該罰就要罰 來 文綺哥這件事 你要怎麼回應 簡單講 這個實在是太好了 你知道嗎 我的意思說 現在我期待的 因為他現在 如果照現在看到的證據 基本上 他慢慢的長大 這是事實 那現在我就要提醒一下蘇魁 有政府會做事 如果能夠說 你中央政府 那你要做出來 而且我另外要提 如果我們大家都反對 讓我講完 如果大家都反對 我再提一個 因為我的記憶力實在太好 所以綠雲很討厭我 蔡家的墓員 記不記得他用繳罰款 如果我們要把道德層次拉高 我拜託大家 我們就把這些人全部都清掉 在座的各位都是清流 你沒有解釋本身的問題 你每次都是那種扯 這個扯那個扯 對不是 因為我說我們看政治 一定要標準一次 看政治一定要標準一次 如果我們在譴責這種農地 我說我們一定要要求 所有的政治人物 要讓我們這些清新的人出來 那些過去老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阿比阿 他們如果犯法 我們就把他抓起來 或是把他法辦 我的意思說同樣的 在蔡英文的事情 我們都要 我的意思說 立法行政 該裁罰就裁罰 所以我說沒有必要 我們去捍衛他 如果他真的有問題 我呼籲有政府會做事的 蘇葵你震怒一下 你怎麼可以讓雲林憲政 這話是雲林憲政 對 開罰的 他還可以做更多 我用證明怎麼開 這是雲林憲政 雲憲政 傳哥 你是交通局出來 他真的要對我們做事 蘇貞昌要做的事情 不會做不到